社會社會社,觀眾朋友來看這個地方是在在今年年底的成立,原本是以無讀的觀光各方作為經營的重點 但是,因此,當英雄是靠台來發展教育事業,在在小朋友面前,當英雄是主稱是《雷公佩》 希望,透過自己的友誼是教育的站點,中大金主任,無讀院室的關聯,團成乎的一代 來到特定鄉的雷公農場,無現代化的經過物,簡單的特工廠就是海棟的教育 外國也有某種和香蕉的高峰都是主稱雷公佩亞的橫豬丹英雄,堅持無讀財政的資格,你的大致無用優的財政方式是因為自己我們優的財政所得到的改變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先天免疫系統出問題,我是僵直性脊椎炎的患者 那個當中呢,透過飲食呢,讓我的身體有了一個轉變 免疫系統就好起來之後,我那僵直性脊椎炎就改善了 16歲在古坑鄉下,以前也都是種田,種田嘛 那時候也沒有農藥,沒有化學肥料,就是自然的栽種啊 所以我是把我16歲之前的那個經驗在拿來用的 其實我已經也都不會種了,只是這個段時間其實是我爸爸來幫的 五十歲的丹英雄是婚姻國客人,這六歲才到家裡半天半賊 替我之後經營到優義教育的事業,後來十幾年,事業氣氣熱熱 但回來到農村進產,到廟林作廟公的新聞,都一直放在心裡 結果我一來到這塊土地的時候,我真的是開始種地了 那自然而然本來就有一間小廟了 我就想到說,我以前我曾經有過這麼一個,這麼小的一個願望 結果在我五十歲的時候,都實現了 在嬰兒之下,有高階的朋友種農地 尿好讓他們的房間營到沒有獨農場 剛好旁邊有一間燒廟,可以說是沒有在當中完成到人生的願望 你原本只是要種水果,但因為自己教育的背景 是客人,最優秀的客廳帶去到農場 很大的這種,有一種使命的感覺 所以我就慢慢的就在想說,如何讓這個空間呢 能夠讓孩子來這邊可以有一個乾淨的土地 可以玩玩土啊,吃吃乾淨的東西啊,水果 然後也可以玩到乾淨的水 雷工農場不只是一個高峰,可以說是為海洞的打造的落峰 來到這裡可以搭經煮煉,可以生水 竟可以吃到香酒,堅持無毒在井的水果 讓小朋友安靜、快樂來生長大學 謝謝大家,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蔡宏伯德